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这个武器是旧武器 我想那个已经公开的资讯 告诉大家说 它是二三十年前就做出来的武器 那美国已经停产了 他们已经不用了 只是说因为当初做了很多这个武器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就当时就把它封存了 原因在哪里 是因为在渥太华有一个公约 这个公约就是反这个地雷 反布雷 因为经过几次的战争之后 特别是在越战之后 大家发现这个布雷是一个 对人道主义非常不好的东西 所以呢 因为它对无辜的平民百姓 造成的伤亡时代很大 因为在过去人员的杀伤雷 就部署在这个地面上 然后用各种东西来做掩护 有的是用动物的尸体 有的是用杂草 有的是用垃圾堆等等 固在那个地方 然后造成人员走过去 或是耕田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 它跳上来炸开 这是人员杀伤雷 那现在卖给我们的这款布雷呢 它不是人员杀伤雷 它是反坦克的 或是对于轮行车辆的一个攻击力 叫压到撞到 它就会产生爆炸等等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它旧了 它二三十年了 而且美国也觉得这款武器不好 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还是违反广义的 沃泰华的这个反布雷的这个精神 那台湾的军方当然是说 这个没有违反 不过这个在联合国上 还是会有公益 还是会有人提出 会有争议的 那这一次也用在乌克兰 但是美国把它翻新以后 翻修了 然后就卖给台湾 所以很有可能 台湾比较容易就会到手 因为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在强调美国已经不再量产了 所以生产线都关掉了 现在是把仓库的旧东西 二三十年的旧货 库存货卖给台湾一亿多 它就等于是倒赚了嘛 那台湾就给美国人 赚了一亿多美元 然后买了这个库存货 回到台湾来 虽然它说可以自爆 但是有可能会失效 我们再强调 二三十年的东西 其实连新品都有可能有 瑕疵品 那你一旦失效了 假设我们自己的车辆撞到 那死的是我们自己的人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但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 它是紧急步雷 也就是说当我的军队要撤走 我守不住了 那对方的坦克 或是对方的装甲 或是轮行车辆已经进来了 那我现在要撤走 我要辞职对方 就是例如说我要辞职解放军作战 那我在走之前 或是我要在你攻击我的路线的前面 我在这个地方步雷 因为它每一辆车 一般来讲它步雷就是一千多米长 然后宽一百二十五米宽 这样的等于是在道路上 他说四十秒之内可以把这个范围内部署完成 就九百多米 就是叭叭叭叭叭叭这样打的 然后就车子一直开 那啵啵啵啵啵就一直丢 丢了以后就撒在机上 撒在机上车子就跑了 那坦克进来的时候压到 那就爆炸 就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你如何确定你拥有制空权 制海权 而且你如何确定 你本身的这个车辆本身 还能够运得出去不被打掉 那当然你在战争以后 战场也有可能 你过来也有可能他过去 那这个未来该怎么打 我觉得美国人现在是把 他的仓库的东西都尽量清仓了 但是确实能不能有用 这个还不晓得 只是说会增加双方的杀伤力 也就是让台湾人 或是让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 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是符合科学做法 一切都可以接受 那如果说他们认为 大陆现在正进入到高峰期 高感染区 高感染率的形形下 对大陆的旅客要求要做两天的 这个阴性的检查才能够入境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到大陆现在 对于我们进入大陆的话 也是要两天的这个核酸检测 两天内的核酸检测 要确定是阴性的时候 才能够进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主要是对等的 科学的 适度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美国他们都按照科学的方法 这样做我们都不会反对 我们都觉得是OK的 可是不要政治操作 我所谓的不要政治操作就是说 明明你是科学的做法 但是你却故意要把这个事情高调的来宣布 来宣传 好像就是说大陆的这个 已经成为什么样什么样的区域 这个就大可不必了 因为你这样玩只能玩一下子 然后玩一下子然后呢 我们当然希望中澳两国的关系 往好的方向走 那澳大利亚他提出要求了 说大陆如果能够怎么样的话 他愿意怎么样 但是大陆这边也可以提出要求啊 说你停止对于华为的这个歧视跟打压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做的啊 那大陆也不怕你这个到WTO提出仲裁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来讲 你这个初判 但是还要可以往上诉啊 可是上诉就是告不了啊 因为告不了 你叫澳洲你去问美国啊 美国就是不肯把那个上诉的 这个仲裁官把它派任啊 那美国不肯把上诉的仲裁官派任 所以上诉就没有办法啊 那既然可以上诉 那就会搁在那里 所以你澳大利亚的经贸部部长 讲的这个话就是空话嘛 因为即使初判你对你有利也没用嘛 因为一旦上诉还是卡住嘛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你就澳洲你先去告诉美国 说请美国把仲裁官派上去吧 可是美国一旦派仲裁官 哇那美国迎接来的官司 那就排队了 因为初审判决对美国不利的对岸如山 大家都在等这个上诉法庭的 这个仲裁官派任 那派任就是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一旦派任以后 他们的仲裁法庭就启动了 一旦上诉的仲裁法庭 开始恢复战场启动 那美国先要被判 终审输输输输输输 所以是美国倒大没 所以美国就不派任嘛 美国不派任的话 那坦白说澳大利亚的这个没有用啊 因为初审初判没用啊 你还是要上诉啊 这第一个 可是我觉得还是 解铃还是需要系领元 澳大利亚 你先对于华为表示态度吧 你对华为表示态度 大陆绝对会对于你的 其他的限制表示态度 对不对 因为本来那些限制会发生 就是来自于你对于华为的歧视 你对于华为的不公平的 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 那我觉得澳大利亚 先做好事情 马上就会有好的回报 那你自己不做好 你要别人给你善意的回报 你用那个WTO那个简直是 那个打错重点了 你说是空话嘛 对不对 不是 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他把重点搞错了 因为他自己也了解 告也没用 因为第一个美国已经告诉全世界一个范例了 我大国 你即使WTO判决我输了 那你又怎么样 所以取消对华为的制裁才是最实际的 不要一句空话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解放军在这段时间对于日本 或是对美国的关岛 美国关岛不是属于美国 它只是联合国委托美国托管而已 美国就把它据为己有 大概是这样 第一次是在于这个日本 那时候把钓鱼岛过去摇晃 解放军就进入了钓鱼岛的海域 开始实施行政管辖权 那偶尔会进入12海里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24海里的毗邻区 在这个地方活动 那当然随着日本本身 开始对于中国的越来越不友善 特别是在这一次 这个修改这个新安保三文件 这个修改新安保三文件以后 日本要把自己打砖成为一个 恢复过去军国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把中国俄国跟朝鲜 视为这个未来的假想敌 对抗的国家 当然对于钓鱼岛跟对于独岛 那么另外再宣布 这是属于日本的 中国马上实施反制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 中国的海警船进入了 钓鱼岛的12海里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临海内 进入临海内来主张 这个主权在中国手中 所以你日本每一次改变现状 中国就让现状再也回不去 再强调 以往都是在24海里的毗邻区 去驱赶日本的渔船 进入钓鱼岛海域 现在是直接进入钓鱼岛的12海里 证明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的海警船现在在钓鱼岛的12海里内 执法 那你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表达抗议 然后但是一点办法没有 也把海上保安厅 那么再增加预算 但是中国大陆 侦派更多的海警船 而且有武装的海警船 也都进入这个海域 那么实施 这个地方的执法权 所以日本严格上来讲 钓鱼岛的这个主权的控制 中国一直在越缩越紧的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就是就当天 日本签署公布 这个新安保刷法的当天 辽宁号航母就穿过了 贡国海峡 由西向东 接着就在冲绳岛的这个西侧 这个地方举行军演 伴随的就是动物两艘 它是万顿局的这个驱逐舰 其实它是属于刑防舰 一百多个垂直发射器 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还有一艘补给舰 那证明代表什么 代表辽宁号要开始进行 长期的远程的演训 那每一次的演训 例如说先在日本的西侧 然后越来越靠近台湾 然后在台湾的东侧 在演练 然后伴随的这个解放军的 其实一架式的飞机 也就是东西双方直接夹击台湾 那现在再往南走 进入了过去的这个巴士海峡 菲律宾海 已经靠近这个关岛 五百海里的意思也就是 解放军的战机已经进入 可以攻击这个关岛的军事机率 也就是说 中国那如果辽宁号一直往关岛移动 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 美国他现在认为说他们原来的 岸上的固定的防空系统已经不够使用了 所以他们现在要加装 那个海军的移动式的防空系统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的红6K可以跟这个辽宁号的这个舰载机 那么搭配一纸作战 那么直接往这个关岛铺 所以美国目前来讲 把他的战略轰炸机 从关岛这边已经机动的撤走 那撤走目前往本土 还有例如说往夏威夷 往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来移动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澳大利亚提供给这个美国 例如说达尔文机场 作为一个转场用的一个机场 那也就是说美国已经不再把 他的战略武器部署在这个关岛 最主要就是因为 关岛已经在解放军的攻击作战的范围内 对因为莫斯科的官方报已经公布了 明天这个要用秘密的封闭型的这种电视 直接普丁跟习近平会谈 会谈到双边的关系 会谈到这个跟地区性的问题 也就是包括乌克兰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他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非常敏感而尖锐的边界的问题 要进入会谈 如果说因为普丁曾经有放出一个讯息 那是好多好多年前 说这个江东六十四屯啊 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过去在第二时代 从中国这边也就是尼不楚条约 从中国这边蒙牌贯片掠夺的这个土地 那其实他不排除可以用哪一种形式的方式 来跟中国来谈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都知道在过去中俄之间 有黑虾子岛这个地方的一个短暂的军事冲突 那后来双方就把这个领土的边界就画得更明确一点 那基本上来讲中俄的领土的边界 其实都已经划定完了没有争议 但是历史的问题留着 如果普丁在这一次确实把中国的历史的土地问题 如果还给中国的话 哇那这不得了 这个普丁很明显的会获得中国的人民非常大的好感跟支持度 也会让中国解决几百年来中国的东北的居民 一直念念不忘的他的江东六十四屯 我想观众朋友赶快去查一下这个历史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懂得这段历史 我们以前国中课本有 我们这代人都要读这段历史 江东六十四屯 我不确定是会谈的 但是因为我看到了最新的资料 这是最新的 他们说会对于边界很敏感而尖锐的问题 双边的领导人会提出来会谈 再强调这是普丁主动 俄方主动释放出来的 中方在领土主权的问题上 已经跟俄国有正式的签订 所以中俄之间已经没有边界的领土的冲突 百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